2011年8月14日 印第安纳州费尔费尔德警局接到了一通911的报警电话 一名叫约翰卡特的23岁男青年说 他的未婚妻凯特林马克汉姆失踪了 卡特告诉警方女友已经有18个小时联系不上 他最后一次见到凯特林是昨晚的12点钟 在早上的时候他给女友发信息和打电话 可对方都没有任何的回复 电话还关机了 警察迅速行动 他们去了凯特林租住的公寓和学校里 但21岁的凯特林从此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好长的一段时间过去 无论探员们多么的努力 这起失踪案件一直都毫无进展 就在家人们似乎已经绝望的时候 一些蛛丝马迹让探员们重拾破案的信心 还有两名匿名人士捐助了一笔钱 希望警局能够跟进此案件 那么在各方的加持下 这起取着离奇的案件是否能够顺利破获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月的频道 我是五月 印第安纳州的费尔费尔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 它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其中一个卓越的方面是其丰富的农业资源 这里被称为种子玉米之都 根据FBI统一犯罪报告计划 2022年该地区的暴力犯罪率为 每千居民2.2起 这个水平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每千人4.5起 根据国家失踪和被拐儿童中心的数据 费尔费尔德近年来失踪的人数相对较少 自2018年以来只有10例的失踪报告 而且其中8人已经被安全找回 然而正是这个相对平和的地方 凯特林马克汉姆神秘的失踪了 生于1990年8月16日的凯特林 从小在俄亥俄州汉密尔顿长大 因为读书的关系 现在居住在费尔费尔德的一个公寓中 他的大学时期非常的充实 对创意和设计颇感兴趣的他 选择的专业是平面设计 为了减轻学费的负担 他还在一家婚纱店打工 凯特林性格开朗 是一个凡事都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 这也让他周围的人都非常的信任他 在2010年两人订婚了 他本计划在2011年自己完成学业之后 就和未婚夫卡特搬到克罗拉多州去生活 这对亲密的恋人已经在一起6年了 男朋友卡特说 他丝毫没有预感到一场悲剧悄然来袭 就在未婚妻21岁生日的前三天 卡特最后一次见到未婚妻 卡特回忆说 他在13日午夜时分 在女友的公寓里和他分手 他随后的一整天都无法与他联系 卡特陷入了莫名的恐惧当中 他还快速联系了凯特林的父亲大卫 电话一拨通 卡特立刻在电话里尖叫着说 凯特林失踪了 当凯特林的父亲大卫听到女儿失踪的消息时 他便匆匆地赶到女儿的住处 那里已经有菲尔菲尔德警察局的侦探介入了调查 女探员利贝卡欧文向这位父亲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 欧文说他们进入凯特林的公寓后就开始进行彻底的调查 这位女警官仔细检查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她发现房间里的物品相对摆放整齐 她没有看到任何挣扎的迹象 大门和门窗也没有被强行入侵的痕迹 卧室的门是关上的 打开门后大家发现 凯特林的狗狗莫菲已经非常不耐烦 父亲告诉探员 女儿从来不把狗狗锁在某一个房间里 因为莫菲会自行出入卫生间中大小便 探员在凯特林的床铺中央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事情 她的钥匙和包包被胡乱丢在了床上 根据男朋友的描述 凯特林被见到的最后时间是午夜时分 这样很不合理 因为根据常理 没有一个人在晚上即将睡觉的时候 还要将自己的钥匙和包包胡乱丢在床上 探员欧文通过在凯特林的亲戚和朋友中进行走访 她发现凯特林是一个生活规律的典范 她的个性根本就不是一个会不告而别的女生 特别是作为一名优秀的艺术生 在三周后她就要从学校毕业 更何况她和未婚夫已经计划好了 一起去克罗拉多州生活 由于未婚夫卡特是最后一个见到凯特林的人 她先后两次接受了多项的测谎实验 但当局并没有透露结果 毕竟现在得出任何的结论都还为时过早 另外探员还要求她接受了一项特别的声音应激分析测试 这个部分的测试结果我们也会在稍后会仔细分析 与此同时警方在凯特林可能会出现的地方都进行了搜索 可是并没有发现她的任何踪迹 时间就这样过去 一年多的时间里 家人到处张贴寻人启事 还发动了志愿者四处寻找失踪的女孩 但始终都没有获得任何的结果 就在周围的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有一个失踪人口的时候 有人无意间的发现将案件重新带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 2013年4月7日 一对靠回收废旧金属卖钱为生的夫妇 在印第安那州的富兰克林县 一处偏远的废旧垃圾厂 发现了一些人类的头骨和牙齿 这立即引起了警方的警觉 他们很快在附近搜索 进而发现了一些人类的骨头 一位警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他们其实在没有牙齿鉴定结果出炉前 就基本能够确认 那就是凯特林 因为他们看到凯特林的一张照片中的牙齿形状 和被送茧的下颌骨完全一致 果然鉴定结果确认 那正是已经失踪了20个月的凯特林 发现遗骸的地点属于印第安那州 但这里显然是两州的交界处 因为那里距离凯特林 俄亥俄州的公寓只有25迈的距离 虽然凯特林的失踪案件 立即被标注为谋害案 但是似乎因为跨州的原因 他的案件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的进展 2014年 凯特林案件三年后 有匿名的好心人决定为他的案件寻找正义 据说这是一对年迈的夫妇 他们出了一大笔钱来资助凯特林的家人 希望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 看到正义可以得到伸张 随着资金的注入 凯特林的父亲大卫找到了私家侦探格林 格林首先收集了所有关于凯特林案件的卷宗 开始认真研究每一件与之相关的细节 他认真地听取了当年男友卡特给911的报警记录 发现其中有一些不合逻辑的漏洞 格林表示卡特的报警记录有些不真诚 他在报警电话中说 他发现女友的汽车在公寓里 他的钱包也在 可当接线员问他 你现在是在现场吗 卡特却说他正在赶往那里 他这番话语让人更加一斗丛生 人们的逻辑性严密一点的话 就会想到 如果他还没有到达女友的住处 他是怎么知道凯特林的汽车还在 他的钱包也没丢 另外侦探格林指出 卡特在拨打了报警电话之前 去了杂货店购物 如果一个人对女友的失踪 已经焦虑到一定程度 就像他在电话中表现的那个样子 他哪里还有什么兴趣 先跑一趟商店 难道正常人不是应该 禁止奔向女朋友的公寓吗 另外这通报警电话 还有一个可疑之处 接线员在电话中问卡特 你们两个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冲突 卡特斩钉截铁地说 没有 但是根据侦探格林的走访 凯特林的闺蜜说 在他失踪的前两天 他和卡特两个人吵得很凶 凯特林家人聘请的律师 在仔细聆听卡特的报警电话之后 表示 作为一个曾经的消防员和紧急护理人员 他认为民众拨打911的目的 是寻求紧急救援或者是帮助 但卡特在电话里 更像是在通知相关人士 他的女友出事了 听了这段录音 律师甚至指出 卡特甚至告诉警方 公寓对面的街上 昨晚举办了派对 那里有值得怀疑的人很多 他暗示嘉年华里的坏人 有可能将他的女友带走 卡特的这个行为非常的跳脱 他是刻意的将警方的思路带到那里去的 根据报道 卡特的语音压力分析报告测试 得出来一个不确定的结果 至于他在案发后 接受过的两次测谎实验 警方并没有向大众发布测试的结果 毕竟当时凯特林刚刚失踪 所有的揭露都显得有点为时过早 私家侦探格林继续寻找线索 他发现凯特遗体被发现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非法倾倒垃圾的场所 这意味着只有少数人知道那个地点 紧接着他又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卡特家居然在垃圾厂附近拥有住宅 格林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巧合 从这个垃圾厂的小路延伸下去 就可以看到一条大路 而那条大路正是卡特回自己家的必经之路 凯特林殒命在俄亥俄州 他的遗体却被抛在了印第安纳州 这些做法无一不显示 罪犯做事谨慎 精思缜密地故意给破案添加难度 侦探随后将目标放在了一个男孩的身上 这个名字叫做布拉德的男孩 在凯特林失踪当晚和卡特一起在凯特林的公寓里 只不过他比卡特早先一步离开了公寓 深挖之下 格林发现 2013年警方宣布 凯特林被发现之后 布拉德迅速卖掉了他视为珍宝的汽车 他曾经轻易地称这辆汽车为宝贝 布拉德在后来接受审讯的时候 解释说 他之所以卖掉汽车 是因为紧急需要去趟北卡 这是一辆1997款的绿色小轿车 事发当晚 布拉德曾经驾驶他去参加派对 侦探在俄亥俄州的星星纳提找到了汽车 并对汽车进行了卢米诺测试 他们发现汽车后备箱里有血液反应 但是由于测试时间已经是4年后 格林说 汽车显然已经被大量的清洁剂处理过 而且清洁剂会严重地破坏血液中的DNA证据 4年的酷暑和寒冬 已经将这些证据毁坏得无法使用 尽管私家侦探格林严重怀疑 布拉德曾经参与了谋害 警方并不认同他的说法 不过警察局声明 目前案件依然处于调查当中 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满满的遗憾 侦探手里的这份报告迟到了4年 他即使证明了汽车里有血迹 也无法证明到底是谁的 随后侦探从凯特林当晚的手机记录中 获得了重要的证据 这些记录与卡特之前的说法是有些矛盾的 卡特在母亲的陪伴下 接受了格林团队的调查 根据卡特的审讯记录 他在第二日早上曾给女友发过一条问候的短信 但是侦探在手机记录中 并没有发现这样的短信记录 卡特坚持说他确实给女友发了短信 眼尖的卡特妈妈则指出 他发现记录中也没有找到卡特当天打出911的记录 数据很有可能出现了技术故障 探员指出的另一个可疑之处是 卡特在去凯特林的住所时候 一直在打电话给他的朋友马特 而他放下电话后30秒之后 就用惶恐的声音给凯特林的父亲大卫打电话 告知他女儿失踪的消息 格林表示卡特给他的朋友马特打电话时还在车上 那时候他还在街上 他预计至少用几分钟停车 然后进入公寓 所以短短38秒钟的时间 他根本不可能进到房间 检查到异样 并且给大卫打去了毛骨悚然的电话 时间线呈现出错乱的信息 根据侦探的分析 卡特撒了谎 所有的线索都表明卡特不可能做到 尽管卡特开始抵赖说 自己记不清楚当时那些电话的准确顺序 但是白底黑字的证据可以揭示真相 可以帮他找到丢失的记忆 根据一系列对细枝末节的挖掘 侦探格林最后作出结论 他认为在卡特进入房间之前 他就知道凯特林遭遇了不幸 私家侦探的调查结果和警方的调查 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凯特林的家人因此感到沮丧 他们认为菲尔菲尔德的警方 本来可以在一些可能的关键证据的地方 果断地做出反应 比如布兰德的汽车 但他们选择了无视 凯特林的父亲大未怀疑 莫非是什么信息交流的障碍 阻碍了案件的侦破 所以家人在2015年12月18日 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敦促菲尔菲尔德警方 将案件调查移交给巴勒特县 治安官办公室 这位父亲还请求巴勒特县警长 理查德·琼斯领导调查 但琼斯却决定与之前的警局密切合作 而不是彻底接手 2016年8月16日 凯特林的27岁生日 他的亲人和朋友们聚集在位于 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家电影院里 一起观看了一部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完整地讲述了凯特林的故事 大家希望纪录片可以给警方 带来更多的破案线索 让更多的人知道凯特林的悲剧 2016年11月15日 菲尔菲尔德警局将两年前发生的 另一起案件联系在了一起 2014年一个15岁的女孩穷斯被谋害 警方逮捕了一名嫌疑人 但是在最后的庭审阶段 该名男子却被释放 原因是证据不足 警察开始怀疑 凯特林和这个女孩的遇害 可能会是同一个凶手 他们也表示两起案件都在调查之中 2019年7月 又一名23岁的女孩艾莉失踪 警察再次全力以赴的征集线索 但不幸的是 一个月后的8月24日 她的遗体被找到 和之前的凯特林一样 没有太多的线索 警察逮捕了一名叫做迈克尔的嫌犯 父亲大卫看到了这些消息 激动地表示 这肯定也是谋害凯特林的凶手 就连之前的琼斯也应该是她的受害者 但是就在几天后 警方举办了一个10分钟左右的新闻发布 他们表示 嫌犯迈克尔和凯特林的案件无关 但迈克尔随后被判了7年的监禁 2020年1月23日 巴特勒县检察官办公室委任迈克尔 成为首席调查员 迈克尔从当年的那个垃圾厂出发 开往凯特林所居住的公寓 他发现 其实有两条路可以到达 他还走访了卡特的父亲 在附近的一处房产 卡特此前也曾透露 他和凯特林有时会在那里参加派对 卡特还有一个叫做乔纳森的朋友 也住在那附近 走访乔纳森的时候 探员无意中发现 他家中后院丢放的黑色塑料布 与包裹凯特林遗体的物质异常的相似 他们经过比对 发现这些确实和包裹凯特林的材料相似 但并不完全匹配 通过走访专家 探员们发现 这是一种非常专业的建筑材料 通常会使用它的人都是专业人士 而且这种材料也非常的耐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凯特林的遗体 在20个月后仍然可以被发现 甚至过往的流水都没有将布料侵蚀 2021年1月28日 凯特林的未婚夫卡特再一次被要求进行测谎实验 这一次的调查结果是 他的回答非常具有欺骗性 警方同时公布 他之前经历的两次测试 结果也是具有欺骗性 2022年的3月29日和30日 探员还分别采访了两个十几岁的男孩 他们是凯特林的邻居 凯特林失踪的那天晚上 两个十几岁的男孩偷偷溜出家门 前往圣星教堂举行的嘉年华会 两个男孩表示 他们路过凯特林的公寓 看到那里停着两辆汽车 其中一辆就是卡特的红色福特汽车 男孩表示 他们记得凌晨两点左右 看到那辆红色的福特 关了大灯 开到车道上 然后进入车库 进公寓的车库后 汽车随后熄了火 停留了一段时间 然后离开 夜间行驶 关闭大灯 在执法部门眼中 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警告 他们通过查询 发现汽车在车库里 大约待了5到15分钟 然后离开 2022年4月14日 警方再次走访了卡特的朋友 乔纳森 他是卡特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早在2011年和2012年 就接受过警方的走访 警方意外地发现 这一次的乔纳森改变了他的说辞 还有明显的撒谎痕迹 2022年12月22日 探员走访了一位私人侦探 这位侦探表示 凯特林刚刚失踪不久 卡特就找过自己 向他询问 他是否会感兴趣 介入调查一起失踪案 期间卡特详细地了解了 他作为一名侦探 会从什么样的角度 去着手这个案件 侦探清楚地记得 提到凯特林时 卡特当时使用了过去的事态 这表明他早就知道凯特林遇害 但凯特林是在20个月之后 才被人们发现的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方向 凯特林的未婚夫 卡特就是嫌疑人 2023年2月17日 警方申请了搜查令 对卡特母亲曾经的居所进行了搜查 因为在2021年之前 卡特一直就住在那里 人们发现树林里有天使的画像 以及有关的超现实主义的爱情诗歌 这些诗歌是关于死亡的 所以他们相信 这是为了调念凯特林而做的 也就是在同一天 凯特林案的第一次批捕展开 卡特的朋友乔纳森 因为做伪证和欺骗调查人员被捕 一个多月后的2023年3月22日 约翰·卡特也被警方逮捕 他被捕后的第一诉求士和侦探聊聊 但后来改变了主意 决定见个律师 卡特坚称自己无罪 并且交了100万的保释金 被取保候审 侦探在卡特的家中 发现了大量的写作和诗句 其中无一例外的都是爱和死亡的主题 很显然等待他的将会是谋害罪的审判 这里摘录一句比较有代表意义的诗句 我内心深处爱他 你却要他死 但我爱他 所以他必须死 还有一些在门上潦草的字迹显示 我用打开你心脏的钥匙 割断了你的手腕 凯特林的父亲大卫 对警方采取的行动表示感到欣慰 但他也表示 事情依然没有尘埃落定 他披露了一些凯特林和卡特之间的关系 他说凯特林打算独自去科罗拉多 因为他的伴侣毫无责任感 他不但不懂得过日子攒钱 也对两人的任何花销都不负责任 凯特林早已透露出想结束这段关系 2023年4月 有些相关此案的信息被披露出来 据说约翰卡特和另一名男子一起处理了凯特林的遗体 警方正在寻求搜查令 意图查找他母亲的房子 看是否也有黑色塑料袋 类似的建筑材料 被披露出来的资料还有 凯特林被报告失踪后的第二天 警方发现他的男友约翰卡特身上有红色的垂直划痕 卡特表示是刮胡子造成的 但警方说这确实不是一个非常能够说服人的理由 因为他们调查到 凯特林失踪前一天晚上 与卡特和凯特林在一起的朋友们表示 他们之前没有看到卡特身上有任何的划痕 据说凯特林原本是计划和卡特一起搬到科罗拉多州居住的 但是他厌倦了卡特的好吃懒做决定分手 为此约翰的母亲还提供了一张没有额度限制的信用卡 但被凯特林拒绝了 凯特林的好友表示 失踪前他表露出自己有种困住的感觉 他也曾经对好友表达过对卡特的担心 因为对方有使用违禁品和一些非传统的需求 我们上面所谈到的所有细节 都将可能成为卡特受审时有利的证据 目前的这个阶段 约翰卡特坚持自己是清白的 他的审判被定在2024年的6月 一起追踪了11年半才提出指控的案件 包含着几个探员的辛苦工作 希望警方掌握的这些证据 别让法庭的陪审团失望 因为如果不是因为恶魔 凯特林的人生或许还会无比的绽放 这起案件的侦破过程可谓是曲折离奇 通过凯特林的故事 大家也可以做到管中亏棒 了解到美国的司法 其实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完美 如果不是获得了好心人的捐献 雇用了私人侦探 家人向警察施压等环节上轮番上演 以及制作影片被大肆宣传 恐怕坏人就会永远的逍遥法外 凯特林的家人也不会等到正义被伸张的那一天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认为约翰卡特是否有罪 如果有罪 等待他的惩罚将会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踊跃表达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伍岳 讲述人世间真实的故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哦 再次感谢我们下期再见